85岁老奶奶在地铁骂人 直接把人骂到流鼻血逃跑 但她不仅不遭人讨厌 反而感动了无数人 今天虎将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 《地狱奶奶》 这天 奶奶在监狱里炫耀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自从她被人陷害进了监狱后 就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儿子们 长达30年的刑期终于结束 但是她出狱这一天 没有一个儿子来接她 她只好一个人坐上回家的地铁 地铁上有个随便吃东西的男人 难闻的味道充斥了整个车厢 有乘客表示不满 但男人态度却非常不好 奶奶实在看不下去 于是破口大骂 在场的所有乘客都看得目瞪口呆 奶奶骂人的功力是真不简单 男人被骂得流了鼻血 然后颤颤巍巍地走下地铁 费了好大劲 她终于找到了小儿子 小儿子把她带回家 但奶奶知道他们过得也并不富裕 聊了一会儿后 小儿子建议奶奶去大儿子家 奶奶为了来到大儿子家里 通过介绍来到她家当保姆 并骗儿媳妇自己可以教孙子英语 另一边 电视台正在举行一个比赛 他们想要挑选最会骂人的人 节目组找遍了整座城市 都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他们早就对奶奶骂人的能力有所耳闻 于是特意找上了门 在大儿子家 奶奶发现她过得并不快乐 她在工作上不受重视 回到家又被有钱的老婆看不起 奶奶在大儿子家的这段时间 大儿子一直装不认识她 几天后 奶奶偷偷找到大儿子 想和她说说话 但她却说 从奶奶入狱的那一刻起 自己就被抛弃了 母亲这个角色 在她的生命里已经不存在了 奶奶觉得很难过 这天晚上 奶奶来到河边 她觉得自己做母亲很失败 于是站在河边自己骂自己 责备自己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义务 正好这时 附近有一个准备自杀的男人 男人听到了奶奶的声音 还以为是在骂自己 听完这些深入人心的话之后 她决定好好珍惜生命 她回到家后 儿媳妇找来了一个英语老师 测试奶奶的英语水平 奶奶瞒不住了 被儿媳妇赶出家门 她郁闷地来到公园里 正好被电视台节目组的人碰上 他们邀请奶奶上节目 但奶奶很犹豫 小儿子因为比赛奖金 怂恿她接受 于是她鼓起勇气来到比赛现场 她的发挥震撼了评委 全票通过进入了角逐赛 这天大儿子家的帮佣刚好请假了 儿媳妇于无奈 于是把她重新叫回来帮忙 奶奶在孙子放学路上 故意拦住了校车 并带孙子去了游乐场 两人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回到家 儿媳妇发现 以前调皮的儿子竟然在乖乖吃饭 她对奶奶也从此改观了 电视台的比赛还在继续 因为奶奶的精彩表现 节目收视率屡创新高 无论遇到什么主题 她都丝毫不逊于年轻人 因此也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 但就在这时 她曾经入狱的事情被对手知道了 接着媒体也发现了 社会上对奶奶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高 其中就有当时地铁上随意吃东西的大叔 亲家母这时也发现了奶奶的真实身份 她要求女儿和大儿子离婚 但奶奶觉得很对不起大儿子 她甚至跪在地上求亲家母 不要因为自己破坏他们的家庭 但亲家母依然不依不饶 于是奶奶选择主动离开 她回到小儿子家里 但又和小儿子起了冲突 争吵中奶奶突然晕倒 小儿子把她送到医院 这才知道原来她患有严重心肌梗塞 大儿子此时也承受不了 妻子和丈母娘的压力 她选择离家出走 儿媳妇给奶奶打电话 让她帮忙寻找 奶奶来到了大儿子的公司 却意外撞见当年在监狱里的育友 育友此时已经成为了部长 她一直很感激奶奶 当年在监狱把她骂醒 让她有重新生活的勇气 但部长也没有找到大儿子 奶奶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要重新参加比赛 这样大儿子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她 她来到电视台 不顾观众的反对登上舞台 这时台下的地铁大叔 却朝她扔了个鸡蛋 并斥责她不是个好母亲 奶奶这次却没有破口大骂 而是默默擦干自己脸上的蛋液 并承认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她站在台上自己骂自己 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很失败 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 观众们此时都被感动了 正准备自杀的大儿子 也通过广播听到了她说的话 她感受到了母亲的爱 也体会到了母亲的不容易 最终她放弃了自杀 奶奶的这一番话 让她成功拿下了冠军 但心肌梗塞却突然发作 随后被送往医院 索性没有大碍 当她醒来时 两个儿子和孙子都守在她的身边 电视台也帮奶奶联系了国外的医生 她即将出国治疗 那些奶奶曾经帮助过的人 都来医院为她送行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人们常说母爱是最伟大的 是最无私的 生活中 我们却常常忽视母亲的关心 或许就像影片中的奶奶一样 母亲的爱 往往充满了无奈和心酸 作为子女的我们 在看完今天的这部电影后 给你的母亲一个拥抱吧